偶一要解云 受万意图 不出谋现前一念心心之外 以心心本无外顾 又障自心之福利皆引 何难寄生 前面 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段的开端 借着呢 我们还简单的 把欧耶大师这几句话了 重复一遍 这一段 都是解释 念佛人 见佛的问题 内言经上所说的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是不是真见到佛了 为什么会见佛 许多经论当中 都讨论着问题 绝大多数 一个念佛人 很可能的 在一生当中 见到两次佛 这两次都是现前见佛 往生之后 那是当来见佛 我们只问了 这个现前见佛 现前见佛的时候 一般 这还大多数 都是在往生之前的几天 有一个星期 见到佛 佛来告诉他 什么时候来接他 就是预先告诉他 那么这个时候 由梦中见佛 由是似梦非梦 见到佛的 他会肯定 他真的见到了 那第二次呢 就是临终的时候 佛来接引 不但见到佛呢 还见到佛身边 跟到许多人 如果你品位很高 你会看到很多佛 跟阿弥陀佛 一起来欢迎你 到极乐世界 这种情形 我想呢 有两种可能 因为 我还没看到祖师大德了 对这个问题 有详细的说明 那么第一类的 就是阿弥陀佛 化佛 佛确实有能力 以无量无边的化身 分身 来庄严这个场面 你想前面我们读到 上平上身 有无量化佛 跟佛也道 也道来接你 上平中身 就有一千尊化佛 上平下身 就有五百尊化佛 这个是阿弥陀佛的 变化所做 在祝福与大菩萨 这个都不是难事情 轻而易举的 做得到的 另外一种 我就想到的是 也有可能是 他方诸佛 你今天往生到基督徒世界了 受方诸佛了 都收到这个信息 与你有缘的 这些诸佛如来 他也可以化佛了 随同阿弥陀佛来接近你 为什么呢 你跟他有缘 那就是 我们在过去身中 曾经在这种佛的过途 一起修行过 所以跟佛有缘 我们过去身中 无量节来 绝对不是 只在地球上出生 现在讲外太空 外星人 许许多多 星球世界 我们都曾经住过 所以我们的云很广 那些世界里面的祝福 没有一个不欢迎你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却是值得大家为你庆祝 为什么呢 那就是预先向你到货 你到极乐世界去修行 决定着佛 而且是一生 那就是预先向你到极乐世界 那就是预先向你到极乐世界 那就是预先向你到极乐世界